沒了米沙 當然要找另一位特別嘉賓 跟我們聊聊天 她就是周美欣 美欣你好 哈囉 這樣叫她嗎 叫美欣 親切點好 等於我都叫你 裝朋友 你馬上 這些時候是不出聲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她 每一次我們見到她的時候 我們都很少會走到她身邊 你們經常見面嗎 沒有什麼人 夠膽 夠膽埋她身 怎麼改啊 太高了 六尺高那些 差不到 高到沒有朋友 高到沒有朋友 這麼離開勁 其實你幾高 178 178 即是 50 50 女生很高 Kennie姐你幾高 我覺得你高 我很矮 她17多 但你人品高 自不得又高 我很矮 她志氣高 肯定 但美欣最近你忙什麼 我最近唱歌那邊停了一點 但就出秀 我去了唱 Charity Concert 肥媽 鵬哥那些 之後我都是做Job Anno Dinner Modeling 明白明白 看到美欣當時是港姐出身 然後去了唱歌 其實唱歌對於你來說 為什麼這麼有興趣 因為我喜歡唱歌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想我十幾歲 十六歲才發覺我喜歡唱歌 很多人是 即是厚之厚磅 即是厚之厚磅 那不是老實 這些 通常有些人是 我五歲已經很喜歡唱歌 五歲就懂唱歌 不 喜歡 但我小時候很害羞 我有參加 choir 但我是咪嘴 咪嘴 因為我很害羞 我怕旁邊的人聽到 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但十六歲的時候 有一個音樂劇 在學校 然後 我們那一班 一定每個人都要做一些事情 明白 我又不想在後面 單單抬台一些 就是舞蹟板 明白 即是報警板 對 其實做chire 都要去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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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給了我獨舞的部分 然後就有多人稱讚 好像很開心 我有這麼多人稱讚 覺得可以唱歌 有自信 有自信之後就喜歡唱歌 但之前看到的報道 說到你想做一位創作型的歌手 是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我懂得自修 但我覺得 因為表達到自己最多 如果是自己作的 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喜歡表達什麼情感就表達什麼情感 如果人家作給你 可能只是失戀 對 而且感覺好像滿足一點 明白 如果自己作出來 就好像自己的項目 自談自唱 好像自己煮飯會特別好吃 對 也不是 如果相比你 你真的唱歌的時候 你想唱什麼題材的歌 會比較 你自己心裡喜歡一點 其實去年那些歌 他們的監製也有問我 我想唱什麼類型的歌 我跟他們說完之後 他們都寫了一些相似我想說的東西 我《不失禮》那首歌 希望大家不要那麼灰 你灰也來 你都想得更正確 其實都不錯 填詞我真的不敢填 除非是英文詞 英文詞 這麼厲害 如果填廣東話詞 我想有段時間都不行 我的中文程度 是一般 真的一般 在柏林啦 在柏林中文程度很高 我中文程度OK 見到美恩的時候 第一時間會想起兩個字 就是高妹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不如說說究竟高度 對於女人來說 是好處還是不好處 好 回到第二節的《狼才女貿》 在直播室中 除了有我們三位主持之外 也有這位嘉賓 她是周美欣 美欣 你好 美欣 你好 我們上一節就說到 高度對於女人來說 究竟是優點還是缺點 你首先自己怎樣看 我想看看什麼方面 反而如果在香港做藝人 我現在有點覺得是缺點 為什麼 除非你做 你不是男藝人太矮 是啊 我太高而已 雙腳之下 要找人搭配 沒那麼好看 沒人說完 Kendy也是說 因為兩個都夠高 兩個都比他們矮 因為沒那麼好看 如果拍攝 如果你平排 也不太好看 或者她要站在箱上 看你拍一個什麼劇集 我真的有很多人說 對 但如果做模特兒 C2那些就OK 這陣子很多人叫我做C2 但其實我沒試過 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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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得混合 明白 為什麼 你覺得高度對於事業方面 可能是一個缺點 特別是在電視等等 拍攝等等 但如果選伴侶的話 我想選伴侶 我就不怕 Kendy也說自己應該知道 你選擇的範圍會少了 其實我發覺高的男生 是不會追我們高的女生 為什麼 我發覺是的 你相信她 她越力多 經驗多 我發覺太小的男生不會追我 因為高的男生 喜歡矮的女生 自卑 高喜歡矮的女生 矮的男生就會喜歡高的女生 是嗎 所以通常追追我的都不是那麼高 真的嗎 是嗎 不是我追我的都高 但你接受到的 我沒所謂的 你如果再選就不能選 你覺得很可憐 Kendy姐這樣說就不對 你選到就可以分量 香港平均的男生就是五尺七寸 五尺七寸 所以你要用一個平均來看 如果你每個人都要選 所有條件已經很難 又要英俊 又要孝順 又要孝順 很多東西你要再選 還要選高度 就真的很難有男朋友 所以要更加 但你覺得平均是 什麼年紀就是什麼年紀 沒有分 沒有分 但我們現在這個年代是高一點的 現在這個年代 我覺得外國回來的會高一點 因為他們可能喝牛奶 你不覺得ABC特別高 我不喝牛奶 可能是飲食的習慣 ABC回來是高一點的 而且是英俊一點 你看著我們 阿Dee很尷尬 有一點尷尬 有一點尷尬 他今天很開心 看著兩個人在那裡 明白 就是飲食 飲食影響了高度 飲食會影響高度 對於美欣來說 你平時吃什麼 火腿煎蛋 我想我高的原因是 很小時候開始吃雞腳 為什麼是雞腳 很腳骨力 然後做跳躍動作 雞腳不是有骨膠原嗎 有 我不知道 真的骨膠原是對的 但我知道是睡覺 因為我聽說睡得多就會高 要小時候睡得多就會高 那你睡得多 那你睡得多 主要都是DNA 但我聽說如果那些男生健身 都會沒那麼高 喝咖啡都會沒那麼高 不要嚇我 踢球還是矮 為什麼踢球不高 因為你踢球 你跑得多 你腳的肌肉會發達 那你腳粗 拉回的機會就會低一點 就會矮一點 是真的 那時候練得他實了 我記得我中學的時候 中一中二的時候 你踢球嗎 當然不是我 他哪像足球小球 都知道我 那時候不做運動 睡覺睡得很多 這個中學同學 那時候中一中二的時候 就去到健身 練得自己很大 就以為很有型 誰知道 十年後看到他仍然都是這樣的身高 換句話說 其實小小的時候 就盡量不要去鍛鍊你的肌肉 盡量讓你的肌肉放鬆 去發展 我知道為什麼我高了 因為我沒有做運動的時候 你朋友的健身 應該做得太重的訓練 舉重 真的 就真的高不起 練到自己整個 整個好像是綠色巨人 練上身我覺得OK 如果練完下身的話 不是的 通常一練就整套練 對 很會死 完整式練的 沒有練上身 做拉筋 拉筋就可以拉長的人 做Yoga 我想 一瑜伽都可以 因為拉長的人 因為我兩年前 一出六 然後我做完Yoga 一出八 你做熱的時候 只是正常 但其實我還有三個多月 這麼多CM 你不要再做 我怕你咪八 所以我停了 我嚇真自己 我們要這樣養手忙 那時候真的沒有人選 但高的女生 會不會特別多的男生追 不管是那個男生高還是矮 會不會 特別 我想 吸引力 我覺得走出來 會吸引一點 這個一定的 因為學納雞裙 對 我覺得有時候 有些人會害怕 你是不是喜歡穿高裝鞋 我平時不穿高裝鞋 對 這麼害怕 她再穿的話 真的找不到 因為我認識高的女生 沒有你那麼高 她五尺九 她沒有男朋友 但她平時不穿高裝鞋 因為怕太高 找不到男朋友 不是 我是怕走出街道 很恐怖 已經很高 不是 一些人會覺得有什麼事 已經有感覺 但譬如說買衣服 或者你出街等等 其實會不會有很多人看著你 我記得我參加港姐之前 我回來香港 也有 因為現在我參加完港姐之後 我穿了藝人 你不會知道 因為你高一些人看 你一定是 你是藝人 但之前不是藝人 那時候 一定是高 其實高會看 是嗎 就是要命下高 是嗎 要命下高 當然不會這麼高 就是這樣 明白 還有看到的 在網上 有些人都說到 女人太高是原罪 是 覺得好像 這麼聖經 你不可以太高 如果去到167 168 或者1712 是女人 他們覺得 最完美 因為最容易找到伴侶 我這麼會 你這麼會 我也覺得 這個高度是最好的 因為高的男生 你也可以配搭 因為你穿高跟鞋 就可以配搭 但矮的男生 穿平底鞋 又剛剛好 所以這個應該是最多人追的 Kennie姐 這個會不會是你的高度 差不多 你會不會是Kennie姐 你對自己的高度 我都說了 感覺都是她的高度 那美恩 你能否接受到伴侶比你矮 我想不可以矮整個頭 半個頭 半個頭 半個頭都可以 但你不可以再穿高跟鞋 我平時都不會穿高跟鞋 因為好像沒有安全感 如果矮太小 不是啊 黃祖嵐和太太 那是不同的 本來是不同的 我希望伴侶可以保護我 那是藝也不是代表保護不到的 所以不是要建設 不知道 有感覺 明白 還有有時候 就會覺得 例如說女生太高的話 會給人一種特別成熟的感覺 有很多女生 特別現在的嬌的嬌的 可能會有一些殺嬌的動作 對於那麼高的你來說 會不會比較難一點 我想如果我看到自己殺嬌 我會想打自己 不是啊 最近看了出戲 那套戲 不適合你 怎麼說呢 但他誇張了 誇張了 但就不適合你 不適合 但高的女生很少真的殺嬌 我身邊的朋友的印象 高的女生真的型格 不會是那些嬌聲的那些 我很少認識的朋友是高女生會這樣 雖然嬌聲的那些 都是相對偏矮的那些比較多 我剛好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形象 應該先走這條路 因為高是比別人的感覺是成熟一點 比如我17歲的時候 就是查證 因為你高的話 你看下去 別人都不會覺得你是很小 說服力好一點 成熟一點 始終看下去 不要亂說成熟一點 Kendy姐不是成熟的 是有說服力的 我17歲的時候 對 所以現在成熟 我17歲已經很成熟 真的嗎 對 我選美19歲的時候 人們覺得我27歲 已經很成熟 現在的樣子比較大 是不是 不是 高 我覺得最主要是 別人的潛意識 告訴她 越矮的人越小 那麼我們兩個 不是很多地方去不到 都是的 相比之下 我們都是 對 三級片 那麼完 還有我們今天仍然會有禮物送 沒錯 我們今天的禮物是什麼 今天就是一個藍牙的喇叭 讓大家聽我們節目時候 如果想多些人分享的時候 就不用聽Apps那麼孤獨寂寞 可以播出來給大家聽 一起分享一起聽 沒錯 當然要問一個問題 我們就是這個問題 你首先打進來 你要說我們今天的嘉賓是哪位 然後我們一會兒可能會跟你在大戲電波之中 聊聊天 立刻打來這個電話 1834997 1834997 不是 好 繼續回到我們的狼才女麻 來到我們第三節的部分 在直播室裡面 除了有我的林許柏倫 PROJ 徐燦傑和Candy之外 還有這一位嘉賓 她是周美欣 還有一位港姐 桂冠的出身 她也是非常熱愛唱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她就是相當高 是 首先我想問問PROJ 或者問我們男生 你覺得高的女生 對於我們來說 有沒有吸引力 高 你說吸引力 剛才美欣說的 說角度 欣賞是會欣賞的 因為看到外國的無敵人 是真的很高的 是 穿衣都漂亮一點 知道了 你的高度更加不錯 不是我 我說你說美國那些 但是如果你說 用一個欣賞 以及用一個男士去看 我覺得 我會有壓迫感 對著一個高的女生 對著一個高的女生 其實她很友善 不過可能我們的自卑 所以我認識很多朋友 都是這樣說的 她說你對著一個高的女生 你相對那種 男人的形象 出現的感覺 相對少了 但我認識的朋友 反而反過來 她的老婆 我有一個朋友 不是不高的 但她的老婆高 她整個頭 真的有整個頭 她有 但是那個男生 很有錢 她很有錢 你加了一個condition 但為什麼她老婆這麼高 她一直都很喜歡高的女生 因為她要生嬰兒生得高 因為她知道自己矮 她要拿一個漂亮jeans 如果她都找一個矮的老婆 你的jeans就不會高 這個目標為本 對 所以我身邊職的男生朋友 多數她的 所以我都說矮的男生 是喜歡高的女生 所以不要緊 目標 目標 對 因為她家很有錢 所以不要緊 有錢的人都會覺得自己的自信心高 但有錢人又喜歡這一類女生 其實對於普通市民來說 我覺得她們都有吸引力 但這些高的女生 往往她們都不太喜歡帶出街 因為如果自己太矮的話 帶出街我覺得有點難堪 你明白嗎 好像每個人都覺得 為何這個男生這麼矮 這個女生這麼高 不是 就會有一樣東西出現 會嗎 有的 有時候覺得那個男生很自豪 平頭品足人家都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反而矮的男生拖高的女生出來 會很自豪 她們會覺得很自豪 你看我多厲害 我這麼高的女生都追到 你為何不可以這樣想 每個人有不同的想法 唯有可以這樣說 你剛剛說到欣賞這些女生 如果讓你選擇 一個像美欣這麼高的女朋友 你會覺得怎樣 我不行 太高真的太高 我覺得 那句話是真的 Kenny姐的高度反而是 因為她的高度 那個可索性是最容易 我不是拆了鞋 你知道我經常都串她 她經常會耍我 但真的 太高的女生 一定是中級鋪六的人 像Kenny姐所說的 我真的覺得高的感覺是很驚艷 或者像她的朋友說 你生一個小孩 我都這麼矮 再矮一點都可以 沒什麼競爭力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我自己的看法 美欣你身邊的朋友 是否高度和你差不多 你現在是嗎 不是 我最高 我小時候是平排的 我有兩個best friend 我那時候五隻五 我們三個都五隻五 突然間飄高 那時候 突然間 不知道那兩年 我飄高就有四寸 所以他們就繼續是 但他們會不喜歡跟你拍照 因為我很多時候跟女生拍照 我不喜歡跟你拍照 你這麼高 不如你坐下 不喜歡站在我旁邊 不喜歡站在這裡跟你拍照 要麼就遷就我 要麼就抱著 要麼就抱著 站在女生 這樣也不錯 也挺不方便 他們都習慣了 大家習慣了 其實除了換燈膽之外 我都沒什麼好處 哈哈哈哈 你真的 哈哈哈哈 不不不 用燈膽 下衣服都可以 拿東西 或者是廚房煮東西太高那格 你真是壞 但高的女生 始終穿衣服也是好看 一定是 其實在外國的模特兒 一定是很高 是真的好看 是真的 這件事就是女生高度的好處 優點 優點 美欣 我又想問問你 你這個高度 在你日常生活來說 有沒有帶給你什麼便利 或者方便 嗯 就是好處 對 因為你的高度 剛才說到 好像高人 好像真的 拿東西 因為你乘電車又不方便 乘巴士又頂頭 你會覺得很辛苦 不是 乘地鐵我覺得比較好 因為地鐵高一點 如果夏天太熱 這樣怎麼不可以哭 可以 在上面偷氣 我這個也是 偷氣 不用問人家 看演唱片 站在那裡看演唱片 一定會到 他贏了 他坐在那裡看得到 大哥 看煙花都可以 總之喝多的地方就適合 學立雞群 學立雞群 而且不會走散 你的朋友一定會找到你 如果我要去你 也可以在那裡出行 在一個高鼓陷式去找那些 但是你身邊的朋友 有沒有妒忌你這麼高的 始終好像一班女生 一齊搏在一起的時候 好像總是你是最突出的 始終都是 不是 事務 或者腳 有些想高一點 因為如果 我們這些很小的朋友 他們都會 給我兩吋好一點 給我兩吋好一點 然後我都想給你兩吋 但是欺負我 就是這樣 沒有特別妒忌 沒有妒忌 對 不會說憎我 因為我高 之前經常聽到別人說一句話 叫做物以類罪 高的女生 不會想跟高的女生玩 或者跟他們比較友善 不會 我不會特別去選高度 來選朋友 對 對 對 但又很奇怪 我身邊的朋友都差不多 都是我這樣的高度 真的 可能是適合談的人 都可能 像你所說 現在年代都是偏向高的 現在的女生可能做運動多了 都是偏向高一點 都不會說五尺三四 不如試試這樣問美欣 如果一個男生 她真的很喜歡高的女生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打動高的女生 不用擔心 我想她或許要拿多點誠意來打動我 我不知道其他高的女生 要不要穿比較高的鞋子 不 如果她能給予安全感 我可以在另一方面 對 加了價值 那就沒有其他方法了 譬如她很聰明 她很有才華 吸引到你也沒有問題 或者是互相 其實我不知道 我選這個男朋友是很講感覺 是嗎 怎麼說呢 是有一點點 你第一印象 但最後都是那個感覺 就是剛剛談 有沒有他和思考 剛剛談最重要 我們現在 你一路驚一路聽 狼才女貌 許柏倫 隨餐傑 隨以文 米沙 好 這麼快就回到我們最後一節的狼才女貌 如果接通這個電話的朋友 她會得到什麼獎品 會得到一部藍牙的喇叭 其實我試過聲音很漂亮 而且我可以和大家聽電台節目 不用一個人這麼靜忘 整班人聽播出來就很開心 而且現在很多都流行無線 所以藍牙是相當之有用的 我相信 一定是 好了 現在在電話旁邊 有這位朋友和我們聊天 她是小明 小明 小明你好 小明你好 你好 小明 你知不知道直播室裡面 有哪幾位主持在這裡 你怎麼問我 當然有Laurie在這裡 然後有去法輪 除柏傑 除以文 好厲害 都出了中文名 你是不是看著Facebook來讀的 小明 我看著我Facebook來讀的 這件事不可以錯的 小明 因為一錯了 ProJ會把你的禮物送給其他 不不不不 Kendy說我們再聽他另一個電話 我跟Laurie用我沒所謂 小明你經常聽我們的節目 是嗎 我第一次聽 真的 你這麼幸運 幸運 當然跟美欣有些關係 不如問一下小明 你喜歡不喜歡高的女生 喜歡 喜歡 哇 答得很快 美欣呆了 說是怎樣 那是不是要說 我也喜歡 應該要 因為我喜歡矮的女生 周小姐就是不開心 她以後不見我 你跟她很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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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識她嗎 你認識她嗎 喂 小明 小明 對呀認識呀認識呀 即是見過面的 即是你是去粉絲嗎 我剛好看到Instagram 那我就打上來 我又沒什麼 哦 原來你那個 網絡世界的效應是非常之厲害的 但是小明 小明 我想問你 你介不介意我們 你大約幾高 173左右 都不矮的 其實 聽聲音 好像有17多 怎能聽得出呀 聽聲音都聽得出 其實是我說的 173都高 那你覺得173在我們香港 難不難找女伴 應該可以的 應該中間 我覺得不夠高 做運動不夠高 就是 即是你覺得不夠高 自己都現在 嗯 即是譬如說 做運動不夠高 即是說 打籃球就不能進進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打籃球 踢球都會不夠高 踢球一定 說了一下 有打翼 打翼 都應該OK 打球就要夠高 是不是我又不夠了 那你覺得 普遍來說 我們香港的女生 身高又如何呢 身高嗎 肯母就不夠高 應該1米6多一點 不是 剛才Kennie說 1米6幾 5尺3、4 5尺3、4 差不多 差不多 那你也有很多選擇 你也有很多選擇 其實男生不介意 女生高不高 最重要是漂亮 是嗎 小明是嗎 是 小明也很坦白 很老實 聽你的聲音就是老實人 如果高大 如果高大 聽我說說謊 什麼 聽不到 聽不到 因為她說一陣 一陣他聽到 原來我說謊 真的該死 但比翼你會不會嘗試 越級挑戰 去追高的女生 阿美恩在你眼前 你會夠膽嗎 會啊 夠膽啊 哇 那你怎麼試愛啊 蛤 現在試還是試 試一試 怎麼試啊 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打不打到我 對 美恩聽著 哇 你真是狡猾 你還在那裡 睡入了 小明 你那些 是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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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啊小明 怎樣打到我 你試一下小明 試一下 什麼 嗯 很可愛 我想想想 這個很認真 小明 你會帶她去哪裏 我可以保護你 我想我應該在你心中 都算是可靠的人 算是可靠 美恩受理 大老 我不清楚 你這麼突然 不得好 小明 如果帶高的女生去約會 你會帶她去哪裏 因為高的女生看起來就比較成熟一點 可能不會是嬌嬌型的女生 型格 型格 你會帶她去哪裏 是哥sir 哈哈哈哈 她看到你 看不到我 我分分鐘 你不是想去鬥她 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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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想去鬥你 大哥 你帶哥sir 她想去鬥你 她想去鬥你 對 但我覺得外裏型格 其實我喜歡低能東西 喔 就是公仔 小明你收到沒有 型格是一個房子 其實她喜歡低能東西 哈哈哈哈 適合 哈哈哈哈 可以的 我會知道這條最新星星的了 哈哈哈哈 哈哈 這條最新星星的了 哈哈 你明恩喜歡嗎 喜歡的 你真的是粉絲嗎 粉絲來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誰 知道了 哎呀小明很害羞 突然你的聲線令我覺得你 她又在身陰 我剛好看見 什麼 什麼 我剛好看見 我剛好看見 然後就知道 已經打你了 對 你好 小明其實是緣分 能夠讓你跟美恩 是事外的一種緣分 嗯 不過可以 你想想再多多幾條條 到時候見到不同高的女生 你都可以用 不然她站在你面前 她沒有可能要等你三分鐘 才可以給你 有機會向她示範 有準備好 所以要想定 機會是屬於有準備的人 沒錯 是的 要準備的 你剛才就知道她沒有準備 好好的 剛才做到已經可以了 其實都可以了 非常之好 剛才你講出了 帶出了一個重點 就是說 可靠的人 可以成為一位 所以每一有一絲的女光 飛過了一條毛 哈哈 哈哈哈哈 最後呢 有沒有小小說話 聽聲音不行就可以看電影 最後有沒有小小說話 跟美恩說 嗯 是的 你還沒簽公司 我希望你日時可以繼續簽公司 當時工作 然後就 繼續唱歌給我們聽 好啊 答應你 帶來有這首的作品 來自Mr.的新歌 那個名字叫做雙面人 今天節目時間其實都差不多了 最後不如說一下 美恩 接下來有什麼目標 會不會說 多久我們可以聽到你的新歌 我想目標應該設高一點 沒錯 其實我一直以來的目標 夢想 應該是去到荷里活拍電影 嗯 對 為什麼要這麼小聲 不是 我想拍西片 就是電影 那你有沒有說什麼類型 比如說愛情啊 動作啊 還是科幻啊 還是怎樣 我想通常如果亞洲人去拍攝 都要是 動作 即打 是 工作上 但我 不知道現在在學習功夫 我想如果是笑片 小小小 我真的有的 我真的有的 真的有的 我勤勵你 先傳一下 不是你認真的 但我喜歡笑片多一點 如果是玩笑片 現在也多 其實如果去拍攝電影 也挺好笑 我經常看《How I Met Your Mother》 所以很笑 所以很笑 除了這方面 比如說唱歌的方面 好像剛剛小明說 希望盡快聽到你的作品 有沒有預計在2015年 都會有你的作品出現呢 我希望也會有的 是自己創作的 希望是自己創作的 等待 我們就等待這首歌曲的出現 剛剛小明說 ProJ也說過 如果接通了這個電話 他會得到一份獎品 再說一次 什麼獎品 一個藍牙的喇叭 聲音質素很好 如果用藍牙的喇叭 聽著美恩的聲音 OK 剛才就說了 可以依賴的人 可靠 可靠的人 好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再一次就麻煩珍珍美恩 上來跟我們聊天 希望接下來我們多點 可以邀請你上來跟我們聊天 好啊 希望 祝你心想事情